台湾人在大陆一看就能看出来 特别是当人家说话的时候 即使不分台湾话和大陆的普通话也能分出来 这个主要是看个人阅历 然而在大陆有这么一批人 在网上总是装台湾人给大陆人上课 上的是洗脑课 大陆网友一看就知道是假的 揭穿他们很轻松 例如理性讨论 中国大陆有哪些确实好过台湾省的东西 最好的地方大概就是没有国民党 不用担心国民党死灰复燃 整体来说东西比较便宜 自然环境好 有很多平原 台风地震少 古迹景点也很多 社会上女人地位高 亲外的人多 没台湾人那么多刁民 快递比台湾快 生育率也比台湾好 总之很多东西都比台湾好 不需要网自菲薄 他还说到 台湾有不明的服尸 与枪击案案件很多 诈骗集团 常骗人送东南亚 摘器官等等等等吧 还有很多包括歧视劳工呀 劳动剥削呀 渔民杀船员啊 雇主让穆斯林吃猪肉之类的 等等等等 很多很多 其实我们就从问题看 就暴露了 下面说的更是无从谈起 似乎台湾就是人间地狱 大陆网友直接揭穿他 看第一句憋不住笑了 第一句确实是绷不住 LKMT和KMT正义切割 不用同个名头了 除了符号和标志 没啥像的 没有KMT 但有打主口中的刁民 KMT打仗是废物 和平建设还不错 基本实现了国父的遗教 可是那里就一个岛啊 真就片面考虑 也就只能完成一个岛的水平了 KMT是真的垃圾 我一直理解台湾人选择绿营 我不理解 我要去搜搜 冷知识国民党正统在大陆 别傻了 中山先生去世时 光头连国民党中职委都不是 甚至候补名单都没他 国民党党内地位还不如张国受高 继承 谁告诉你的 知不知道蒋继承孙 蒋就是正统 第一句就错了 冷烤馒头总好过热烤馒头不是吗 你确定是现在有冷烤馒头冷 谢谢你们也有我们要学的 台湾人应该都能看懂吧 小周不需要主意的解释 有很多这里面都是有典故的 大陆人写评论 很多都得用点简写 或者是要转变一下语境 不然的话 这些评论是待不住的 当然小周也不能排除一些真正的台湾人 在大陆赚钱 装成非常亲中国亲大陆的样子 收割粉丝 其实他们是两面收割 一放不下台湾身份 二抱着大陆政策不放松 钻的就是台湾言论自由和大陆言论自由之间的差别 这种差别是一个路子 是一个口子 在大陆他们应该也算是言论自由了 只不过他们代表的不是普通人 而是大陆的政策和大陆的风向 我今天还想跟大家分享几类装成台湾的人 特指在大陆网络上活跃的 第一种是刚才装得很明显的 抹黑台湾的 第二种就是对大陆有点了解 想要今后在大陆发展的假台湾人 第三种是想在网友心中 树立一个台湾人爱中国爱大陆的人 他们的目的各不相同 似乎都有一些大陆人的作风 说话畏畏缩缩 小心翼翼 小周本想点个名 因为他们都是假台湾人嘛 冒充只是为了今后的发展 但由于我不是一个经常黑别人的博主 所以就不指名道姓了 我深知说人家不好 首先要掂量一下自己几斤几两 所以欲言又止啊 想提这件事情 是因为看到一些人太能装了 破坏了台湾的形象 破坏了大陆和台湾之间的关系 让一些东西朝向不太好的方向发展 所以就点不过一下吧 也算是自己的心理安慰 总之 真正的台湾人 张口不可能蹦出一些台湾人不说的词语 咱们只要看价值观的导向 就能判断此人是不是台湾人 至于我今天说的不是很透彻 小猪给大家道个歉 您就当做我今天有失水准 有些东西还是不能说的太明白 会对人家不利的 好了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打扮一下 ..! 售